大家好,歡迎來到DC Fever 頻道 我是Brian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幾滴式的機器 旁邊還有一支鏡子 就是OM Digital最新的Pan EP7 以及8-25mm F4 Pro的鏡子 我想這組合有些朋友期待了一會兒 事源Olympus將影像業務部出售 現在成立了OM Digital 自從OM Digital成立以來 一直都未有新產品 但終於都有新產品見到大家 就是我手上的這兩件新產品 講回EP7 其實Olympus當年第一次推出M43機種 第一部機種是10 EP1 到2013年 差不多10年前 推出了EP5之後 直到8年之後 今天2021年 都已經螢幕了 終於推出下一代機種 就是我手上的這部EP7 對上一部EP5 仍然在用1600萬像素的感光元件 直至到現在 終於都將這顆 2000萬像素的M43感光元件 就放在這部EP7 加上它內置了五軸防震 防震能力去到4.5級 算不過不失 不過以一部輕便的機種來說 有4.5級 其實都應該挺夠用的 而這個感光元件移動的五軸防震系統 亦都令到這部機種 可以加了一些比較特別的拍攝效果 這部新機 除了感光元件有提升之外 它的外形上 跟之前那一代EP5 就有少少不一樣的 手柄位 就變了比較大了一點 其實也是一點點 因為EP5 是中間有一小小小的突出 但是這部EP7 就是整個位置 扭線形的斜出來 我老實說 我覺得駕上手 都頗舒適的 再加上它的機頂上面 3Dial的設計 開關鍵 全部放在一起 都頗快手 這方面我頗欣賞它 剛才提及過這部機 都頗輕便 如果純粹計算機身來說 只有337g 這對於很多要求輕便的朋友來說 就非常吸引 甚至加上它的KID鏡 12-42mm 它的總重量 只不過是430g 比起很多其他的機種 靜機身 甚至乎他知 預用的鏡頭 其實都還要輕 說回這部機 正式公佈之前 一直都有傳聞 關於OMD的新機是什麼 當時很多朋友都期望 LM Digital 會推出Pen F的下一代 而Pen F 本身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機身前面 有一個轉盤 都頗快手的轉盤 大概在中指的位置推到 就可以做到很多 濾鏡效果 或者特別的適速效果 而今次這一部 EP7 其實都加了這個東西 大家看看前面鏡頭的位置 看上去可能很多朋友 一看上去以為 是一些調校對焦的功能 實際 它都是開淚鏡的效果 而配合這個撥桿 再加上前後兩個Dial 三隻手指 就已經可以玩盡很多不同的效果 非常之過癮 那到這裡 不如我近距離和大家看看這部機 好久大家看到 手套上這部 就是OM Digital 最新的Pen EP7 它仍然保留了 Olympus Pen 這個名字 據說 它未來一段時間的產品 都會印回Olympus 這個名字 相信很多朋友 都會頗開心 因為如果你說 轉了OM Digital 這個名字 在上面 就好像是另一回事 看看這部 EP7的樣子 其實它都頗細部 你會看到它和整個EP系列 的設計 都是同出一切 唯一就是 前面的手柄位 它就用了一個 流線型的方式去表達 我拿上手的時候 我覺得都頗順手 而這部機 這麼細部 這個位置 我拿上去的時候 都覺得是頗舒適的 看看前面 這個位置 就多了一個撥桿 當你用無名指 去推你的撥桿 再配合食指和帽子 轉動機頂的兩個轉輪 就可以啟動不同的顏色模式 兼且進行微調 其實挺好玩的 畢竟用得這部機 我相信不少朋友 都會喜歡用機身內置的效果去玩 機頂的三個輪 包括模式轉盤 前後轉盤 和開關的時候 基本上你已經可以 為機身進行大部分的調整 畢竟機身比較細 甚至基本上 有上下左右按鈕 你要按起來 其實都是不太方便的 但利用機頂上 前後轉盤的時候 用起來 就會覺得方便很多 而這部機的LCD 有觸控功能 兼且可以向上反90度 還可以向下反向前面 方便大家自拍 看完新機 當然要和大家看看新鏡 這支鏡頭 就是8-25mm F4 Pro 深水清的朋友當然都知道 因為M43系統關係 等效焦距是相當於 16-50mm 行定四光圈的鏡頭 這個焦段 我相信很多朋友 近年都覺得是趨之若無 因為它本身 已經包含了Ultra Wide 去到16mm 接著就去到標準鏡的位置 畢竟現在相機的解像力都夠高 還有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因為我拍完照片 可能都是放上網給大家看 有50mm給它 足夠它攪照的話 其實整支鏡頭 我拿一支鏡頭出外 已經可以遮蓋到 我最常用 最需要用的焦距 而16mm等焦距 即是去旅行 拍大風景 都完全沒有問題 即是說這支鏡頭 本身已經可以遮蓋 以往Ultra Wide 加上標準Zoom兩支鏡頭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很吸引 再加上現在很多新機 包括剛才介紹的EP7 它本身也有一個 給大家可以自拍的功能 有16mm那麼廣 其實認真說 16mm有時都可能太廣 但有總比沒有 當你拿起相機自拍的時候 可以拍到自己之餘 可以拍到身邊的朋友 甚至乎拍到後面整個景 這件事也有很多朋友 覺得會很需要的 說回這支鏡頭 它都蠻厲害的 它由16片10組鏡片所造成 包括DSA雙面飛球面鏡片 飛球面低色散鏡片 超級低色散鏡片 低色散鏡片 還有高折射率鏡片 超級高折射率鏡片 還有高折射率高色散鏡片 有8片 都蠻誇張的 雖然它只有行定四光圈 但都被列為Pro鏡之一 只看到有這堆特殊鏡片 相信大家都會對它的影像質素 都蠻有信心的 另外 鏡身的設計 亦符合IPX1 防塵防水滴標準 還有 內置了高速的Imager AF技術 最近對焦距離 達到0.23米 玩少少微距 拍花 其實都很足夠 雖然它本身有等效於16mm 但前面都可以放到77mm的濾 這個都蠻好的 看看前面 雖然它有等效於16mm的濾 但前面都可以放到72mm的濾 對於喜歡拍風景的朋友 這方面方便很多 說回鏡身的尺寸 直徑是77mm 長度是88.5mm 而它的重量只有411g 如果你說放在EP7上面 其實都算是大絲 但如果你放在OMD系列的機種上 就會變得非常合適 事實上 你看它的外形設計 其實都是為OMD系列的機種而設計 這些Pen系列的機種 都是用一些比較細緻的鏡頭 說到這裡 跟大家近距離看看鏡頭 現在看到我手上這支鏡頭 就是8-25mm的Pro鏡 這支鏡頭 看上去它的設計風格 跟Olympus的其他Pro系列的鏡頭 非常相近 不過你現在這樣看上去 它好像都頗為大支 實際上它不是真的大支 只不過我現在按上去EP7上面 EP7真的太細部 所以顯得一支鏡頭有些大支 實際上它不是很大支 俗一樣看 首先 原來這支鏡頭是要開鏡頭的 怎樣開鏡頭呢 就是把這個位置扭過來 去到8mm這個位置 因為這樣方便大家攜帶 如果你說這個位置是拍到上去的 所以要這樣推去8mm的位置 然後按鈴幅 然後前面看這個位置 就是72mm的濾 沒有想到它前面的玻璃都幾細塊 即是說它可能有權做細枝 只是它不做給大家 也這樣說 除了16mm的幅度,可能前面也要撐到這麼大 才可以用到一塊濾濾 否則前面不要撐到這麼大,再用一些小的濾濾 有可能哪個位置就會出現黑影 前面作為一支Pro鏡,它的遮光罩本身是有鎖制的 而且裡面也有一個雙軌 即是說,轉過來放上去的時候 它是在走另一條軌 而且兩邊都有這個鎖 後面的對焦環向後拉,就直接變成MF 到變焦環就知道,8mm移動到25mm 這3.1倍的變焦,也不夠90度 可以一手就輕鬆推光 這裡開鏡的時候,剛才也提及過要開鏡 要給的力量就多很多 可能這個位置就不容易滲開 但是當你真的要溶起上來變焦時 也不需要給太多力 後面這個位置就有一個封信鍵 這個鎖鏡也會有的 打開鏡給大家看看什麼功能 自訂可以在機身上 打開後面,始終是M43鏡 都比較小,有防水膠邊 其實鏡本身也有防塵防水滴的設計 配合有相關功能的機身 拍照下雨或瀑布邊 拍照都不太差 和大家近距離看過這兩件產品 當然我們DC Fever 借到這支鏡 當然會為大家詳細試一試 他們的質素是如何的 而我們同時也已經 火速地砲製相關的文章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繼續留意我們DC Fever.com的更新 下次再有新產品 再和大家試試 多謝各位,拜拜 我們坐下 吧 我們坐下 吧 我們坐下 坐下 我們坐下 感谢观看